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镜新闻台的明镜焦点节目 进入2024年以来 中国大批上市公司股票因各种原因退市 其中不少国企被查出财务造假 自媒体整理了多家国企财务造假案例 涉及金额从数十万元到数十亿元不等 导致数十万投资者可能血本无归 文章列举了从深圳特罚信息到锦州港等 六家国企的具体造假情况和处罚结果 并质疑处罚力度过轻形同鼓励造假 针对这一现象 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 对国企造假和监管问题表示不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股市退市风暴 国企财务造假 惊爆投资者 进入2024年中国股市掀起一股退市风暴 大批上市公司因各种原因退市 而其中不少国企更是被查出财务造假 让数十万投资者可能血本无归 据自媒体股海风云大作手6月5日整理的文章显示 近期有至少6家国企财务造假被查处 这些公司造假金额从数十万元到数十亿元不等 受害股东合计超过40万户 以下是几个突出的案例 首先是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特发信息 由深圳国资委控股 这家公司从2015年至2019年连续5年造假 其中虚增收入与虚降成本合计超过1.7亿元 虚增金额达6 四景四 受此影响12.7万人 受此影响12.7万股东受到波及 在此次查处中特发信息被罚款800万人 而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三元 也分别被处以400万元至200万元不等的罚款 另外五名涉案人员也被处以警告和罚款 其次是由平潭综合实验区国有资产管理局控股的 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虚增营业收入1 22亿元受害股东达3.06万户 海峡创新仅被罚款60万元 而三名涉案人员被处以30万元罚款 另一名涉案人员被罚20万元 再来是河北汇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由邯郸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 该公司在2020年度报告中虚增利润总额一 524.52万元受害股东5.06万户 河北证监局给予这家公司警告并罚款200万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控股的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虚增收入超过42亿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达77亿元 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以及8名相关责任人合计被罚款一 880万元受害股东则达到11.4万户 由浙江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的 常熟是国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瑞科技虚增收入2.26亿元 虚增利润约是26万元 受害股东2.2万户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被罚款480万元 最后是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连续4年财务造假 合计虚增营业收入超过86亿元 受害股东达10万户 锦州港籍相关职业人合计被罚二三百万人 这一系列的财务造假案例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质疑 自媒体报财经发文质疑这些国企的处罚力度 认为在如此严重的财务造假面前 处罚金额如同隔室脑仰恶变相鼓励了造假行为 而多达40多万股民的投资可能因此一夜清零 这种现象让人无法接受 6月5日 微博大V马严明转发了一份微博上流传的 正在被调查的企业名单 罗列了数十个涉嫌财务造假或被发现有异常情况的企业名称 进步加剧了投资者的不安 针对于国企财务造假的现象 微博账号马上谈在6月5日发表评论 认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有造假的动机 关键在于监管部门是否真作为好作为 该账号还指出国企造假比民企造假更可恨 因为国企领导为一己之私造假 造成的是国有资产流失 全民为此买单 国企造假现象的根源在于其有造假的土壤 国企财产性质可以不变 但经营模式应该有所改变 中国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一位湖南长沙的网友留言 说得好像还有不造假的公司一样 来自湖北的一位网友 子写道 有些国企也是妥妥的家族企业 祖孙几代七大姑八大姨都在为国企做贡献 新疆阿克苏的一位网友质疑 上市偷走的股民的钱了 退市他们运营占用股民多年的投资钱了 没了就没了就没了 他们不是人吗 一位海外华人则评论道 真这个字在当今中国是不存在的 当每个普通人都需要成为各种专家 都不一定能避险的时候 这盛事与我何干 这些案例和评论反映出中国股市的深层次问题 国企财务造假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还影响了整个资本市场的信心 监管部门急需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确保市场的公平和透明 可透提成的公平和透明 只有这样才能让投资者重拾信心 让中国股市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 港口我股市年造假365亿元 S板块与50档跌停40万股民崩溃 资产恐一夜清零 2023年6月5日 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一宗震惊市场的消息 多家国企涉嫌财务造假 其中锦州港更被激发连续四年 虚增收入高达86亿元人民币 引发市场恐慌 使入港在2018年至2022年间 2021年间 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 虚增收入总计达86亿元人民币 利润1.79亿元人民币 此次激发后 锦州港被迫停牌一天 复牌后名称变更为夜西金港 低谷则变为S系金港 必对9.64万股民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这一事件并非孤立 除锦州港外 深圳国企特发信息 福建平潭国企特发信息 可检平潭国企汇金股份 企汇金股份 新疆国企国坠科技等多家国企 均被揭发财务造假行为 其中特发信息在2015-2019间连续5年虚增利润1.7亿元 9.88万股民采雷 海峡创新2018-2019年间虚增营收益 22亿元人民币 3万股东受损 汇金股份2021年虚增利润1524 52万元人民币 共计5万名股东受影响 中泰化学2022年虚增收入42 48亿元人民币 11万股东蒙受损失 国瑞科技虚增收入2.2亿元人民币 二软股东苦不开业 据铜花顺日iPhone D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6月4日 今年因违法违规行为 被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国有企业 已达21家 较去年同期增加13家 另已有18家上市国企被实施 风险紧致 这期今是4月发布的国九条 和中国证监会制定的 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 重申 一旦认定企业财务造假 无论金额大小 均需被实施贷息 并将造假金额 达一定标准的企业 强制退市 事实上 锦州港于去年11月就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规被立案调查 郑威新财观点防务 SD正通 SD正通 S近期被立案 自2023年以来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立案调查的中国上市公司将近60家 这期造假事件爆关后 而股市场信心大受打击 股民本以为财务造假仅限于民企 没想到国企业屡屡出现问题 自媒体清流财记撰文指出 股民千万不能心存侥幸 巨峰投顾分析师 郭一鸣认为 监管趋炎之下风险仅是迎来常态化 更多中国上市公司会被SE退市个股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国有企业的财务造假问题 其实早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预计新闻报道 中国审计署最近公布的20家大型企业的财务调查结果显示 90%的企业存在虚报销售额等问题 过去几年的虚增收入累计达到2001亿元 这些问题企业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 中国保五钢铁集团等行业巨统 这些企业的财务状况极为不透明 审计署以2015年财报为中心 对全国101家央企中的20家公司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18家公司存在财务造假行为 东风汽车公司也被指出存在财务违规行为 据审计报告 该公司在2013年至2015年间 向职工发放的交通补贴等6 三亿元未按规定纳入公司总额管理 以2015年虚增收入3.99亿元 2001年至2015年间 私设小金库或区列费用 讨取现金4162 这些违规行为的背后 是中国特有的归有企业制度 央企由政府直接管辖 外部难以监督 导致经营者更主动党内晋升 而非经营合理性 随着财务造假事件曝光 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 对于在当地设立合资公司的外资企业而言 违规行为可能会波及品牌形象 国内对既得利益层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要求决策透明化和经营高效化的改革刻不容缓 韩中国的报道指出 证监会对财务造假处罚进入深水区 然而罚缓力度却引发争议 像特发信息这样利润造假一 7亿元的企业相关主体被罚金仅2350万 锦州港造假86亿元 罚金也仅2300万 这样的处罚力度在如此严重的财务造假面前 犹如隔靴挠痒 简直就是变相鼓励造假 这些轻微的处罚对于多达40万股民的财富 可能一夜清零 无异于雪上加霜 针对这种情况 专家们认为首先需要加大对财务造假的处罚力度 不能让几十万的罚款成为造假者的避风港 在安然事件中 美国对公司和高管的罚款以及刑期判决 甚至连责任的中介机构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这才真正起到了震慑效果 此外除了罚款和刑罚 还需要完善的赔偿制度 让股民的损失得到应有的补偿 中国证券市场需要学习美国的做法 对造假者进行重罚 并建议举报奖励机制 使举报者能够获得罚款的一部分作为奖励 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微博账号马上谈评论道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有造假的动机 关键在于京广部门是否真正履行职责 国企造假比民企造假更可恨 因为国企领导为一己之私造假 造成的是国有资产流失 全民为此买单 网友对此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湖南长沙的网友留言 说的好像还有不造假的公司一样 一位湖北的网友写道 一位湖北的光资一样 有些国企业是妥妥的家族企业 祖孙几代七大姑八大姨都在为国企做贡献 新疆阿克苏的一位网友质疑 上市偷走的股民的钱呢 退市他们运营 占用股民多年的投资钱呢 没了就没了 他们不是人吗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